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火葬场 殡影馆外面排队 它大概有这种风俗吧 人们都会就是所有排队的人 披麻带笑这个场面有过 我们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那山东临庆是非常 我怎么说呢 30年前 30年前我去过一次 从德州是从济南 坐那个长途车 那长途车里头 那30年前真的很落后 那在长途车里面 是用那个木头椅子 木头凳子坐了 坐了四个小时啊 五个小时 去那个林青 林青那地方呢 比较有名 比较有名气的是纺织 它有出那个棉 出那个纺织厂 出那个那个 就纺织品 那有朋友在那儿 结果去那儿去了 那可受老罪了 可就是说 那地方比较 比较穷 比较落后 那如果林青 比较落后 它是讲 通常说三四 我不知道它是属于 中国讲的三四线城市 是不是更落后 那个地方是真 当然现在肯定不一样了 但是它反映出这个地域 就是中国很讲究 这种地域的差别 对吧 地区的差别 那北京的北京就是北京的 那很拽上海就是上海 很拽 到了林青呢 它可能你比如说在山东的 就是济南 德州 等到了林青 济南 德州 青岛 这是一类的城市 可能到了林青呢 估计连烟台都不够了 我是打这个比喻 那这个比喻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偏远的城市里面 那它的火葬系统 它的这个殡仪馆系统 基本上是瘫痪的话 它代表着整个疫情在全中国的东部地区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三大平原地区 东北平原 华北平原 跟长江中下游平原 那整个在它的平原地区 在它的人口主要聚集地 我有细节目跟大家解释 就是汉人聚集的地方 中原聚集的地方 表明它的扩散程度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